没有人喜欢失业 但有时候失业未尝不是一种转机 在台东有一位毛积木文创达人刘士群 原本在建筑事务所工作 突如其来的失业让他深刻信思 从而转换跑道 转向为加工积木 毛积木文创研发 他说新事业可以疗愈自己 更可以疗愈他人 磨砂纸声响 越磨越起劲 大人小孩都专注在其中 这是毛积木的创作现场 好不好玩 好玩 我觉得是确实有疗愈 然后在手作的那个过程之中 其实好像在跟自己的心灵对话一样 你出来的可能这个样子都一样 可是可能你画的线条 你用的色调每个人会都不一样 当我送给别人当礼物的时候 那一份的感觉又特别不同了 其实我大学都陆陆续续 去买了很多机器 可是一直以来就是没有办法真的 有机会很扎实的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想回过头还是源自于我的那个失业这件事情 让我重新思考 什么才是我的最爱 我愿意一生一辈子都在想要做的事情 刘士奇原本在建筑事务所工作 突如其来的失业冲击 面对变故的无助和一大串账单 心都慌了 像我现在一路走来 其实我真的真的非常的感谢 感谢那一个月的痛苦 就那一个月的痛苦 就彻彻底底把我翻了好几遍 对 让我重新去看我自己 让我重新去了解自己 让我重新知道我自己未来 我想做的是什么 我是觉得他真的还蛮用心的 就是在想这件事 然后我就好那就是支持他这样子 刚开始到兰塞市集摆摊 同时学习倾听客户的声音 才能像今天这样侃侃而谈 可是我自己知道我在做什么 因为我在摆摊的过程 我得到了太多的收获 包括跟人的来往跟人的接触 那都是更扎实的加强我对这件事情的付出 现在不止拥有病宿管家的工作 毛肌木也拥有不少铁粉 不再为钱烦恼 脑袋装的都是新创意 新同样而已